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你不想聊的我不会听 我不要给你有压力 只要你开心 偶尔一点小情绪 我自己抚平 我可以一杯戒着一杯 只为了你想要喝醉 在你迷梦眼神里 仿佛才有我的美 我可以一杯戒着一杯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就当作诗意诗其分美 也足够反复的回味 你我只要关心 也算一种默契 一不想聊的我不会听 我不要给你有压力 只要你开心 偶尔一点小情绪 我自己抚平 我可以一杯戒着一杯 只要你留在你迷梦眼神里 仿佛才有我的美 我可以一杯戒着一杯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就当作诗意诗其分美 也足够我 反复的回味 谁是我愿意 谁是为了你干杯 因为半梦半心间 你太阳着我入睡 我可以一杯戒着一杯 只要你留在你迷梦眼神里 仿佛才有我的美 我可以一杯戒着一杯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就当作诗意诗其分美 也足够我 反复的回味 操作诗意诗其分眼 Drumion 'res.o315-4193-4203-4203-4211Tipapa 还有多少胜算 要是再一次将心敞开 逃避朋友的关怀 则被我太懒散 跳个适合的胆 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 轻轻地一起吃早餐 还能再情人平淡 我放下了声段 乐观被观一半一半 缘分该来的却回来 在面前也只能够看着办 我写却了期盼 希望是我一半一半 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 我决定用平常心刚爱 跳个适合的伴 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 静静地一起吃早餐 爱难再情人平淡 我写却了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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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失望一半一半 我写却了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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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却了一半 我写却了期盼 还有 managedli 我会勇敢 没特殊的要求 温柔前就一半一半 谁爱上我才不简单 现在只能随着时间傍晚 我写着了期盼 期望失望一半一半 寂寞不是被单身的重逢 我决定要平常去看爱 等一个也在等我的人 我决定要平常去看爱 我决定要平常去看爱 一个人画着青春 一个人完成责任夜深 一个人振着包针 一个人修复伤痕 一个人分秒逼着 感悟生存 做个有趣的灵魂 一个人快乐又上帆门 一个人是挺喜欢歌声 一个为朋友去牺牲 能信任的人 一个人可能忘婚 可能不结婚 也想多为某人私奔 一个人可以照顾办法和感恩 不能让自己遗憾到重生 一个人想凝聚在喜爱的小镇 拒绝任情绪不纷争 只早会再有一天成为过来人 一个人修复伤痕 一个人分秒逼着 感悟生存 做个有趣的灵魂 一个人快乐又上帆门 一个人是挺喜欢歌声 一个为朋友去牺牲 能信任的人 一个人可能忘婚 可能不结婚 也想过被某人私奔 一个人可以照顾 一个人可以照顾妈妈和感恩 不能让自己遗憾到重生 一个人想定聚在喜爱的小镇 可爱的小镇 一个人想定聚在喜爱的小镇 拒绝任情绪不纷争 至少会再有一天成为过来人 有机会 能令大家高光 想听回阴行 取得到 一组的最后一组表演 史迅猛 王月欣 这就是 掰手劲以后的结果来了 对吧 是佳慧姐的歌吗 对 但是当我知道 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 我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没想到 因为大家说起彭佳慧的歌 可以如数加真的往下一路数 但是这首歌 可能会在你的 成名金曲的五到六首之后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是一首新鲜的歌 然后从一个人唱 变成要男女队唱 我觉得这版本 我很期待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 是值得更多人听到 是值得更多人去回味的一首歌曲 我直接有想到一首歌 叫做回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可以一杯 接着一杯 只为了你想要喝醉 这歌也很难唱啊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别错过了 找不到 唱错了 你才用着我入睡 真的唱不上去好高啊 真的唱不上去好高啊 这个 你这个歌也不好唱 好难唱 根本唱不好 就是我已经就快不行了 我都我都感觉焦虑正要犯了 真的 我自己知道我的歌的那种难的程度在哪里 但他选择了这个歌 真的不容易 很大的挑战 跟你说 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 对 对 就是用滑的 对 对 要不要我的声音在你的耳机里面再小一点 你会不会更听清楚 可以 老师那个我把江蕙姐的声音在我耳机再小一点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却为了你想要喝醉 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猜猜看 王岳新跟彭佳慧 到底喝了几杯牛奶 真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次你突然按门里说要喝一杯 就像万一的孩子要腾食 你我这样关系也算一种默� 你不想聊的我不会听 我不要给你有压力 只要你开心 偶尔一点小情绪 我自己抚平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只为了你想要喝醉 在你迷梦眼神里 仿佛才有我的美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就当作是一时七分美 也足够 我反复地回味 你我这样关系也算一种默� 我这样关系 你不想聊的我不会听 你不想聊的我不会听 我不要给你有压力 只要你开心 偶尔一点小情绪 偶尔一点小情绪 我自己抚平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只为了你想要喝醉 在你迷梦眼神里 仿佛才有我的美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就当作是一时七分美 也足够我 反复地回味 其实我愿意 只是为了你干杯 因为半梦半心结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你太阳着我入睡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你太阳着我入睡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只为了你想要喝醉 就当作是一时七分美 就当作是一时七分美 也足够我 反复地回味 你不可以一杯 你太阳着我 你不再咨复我 我可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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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我们的歌 许愿人献 全民举荐等活动 解锁更多 惊喜而大 结尾的时候又是一个拥抱 不过这个拥抱 应该不在原先的设计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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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没在 这个也没在设计里 但是我跟你讲 月薪 今天晚上你唱的两首情歌 我再次很肯定地讲 你声音里面的叙述性 是你很大的杀伤力 就立刻带人进故事 而且是有角色感的这种叙述性 这个很厉害 唱真的很好 很好听 谢谢 王月欣 今天晚上 你跟佳慧姐合唱 其实呢 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 很多年前王月欣参加那个 让大家知道她的比赛的时候 她曾经就唱过彭佳慧的 敲敲敲敲我的头 敲敲敲我的头 敲敲敲的 敲敲敲 敲敲敲 怎么 胆子大 在原唱面前 因为当年那个表演就很垮 你快告诉我 敲敲敲敲我的头 敲敲敲我的头 敲敲敲 敲敲我的头 敲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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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告诉我 太高了 你快告诉我 我只能用三唱唱 所以这一次来唱 佳慧姐的这首歌 是不是从彩排到现在 合作下来这一遍 是彼此是觉得 最对位的一遍 嗯 对 我其实是 觉得很谢谢月鑫 她非常努力 就是她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 偶尔一点小情绪 我自己扶贫 你有没有真正爱音乐 或是 你有没有想要真的把它做好唱好 嗯 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对 你我这样关系 也算一种默契 我觉得月鑫这一遍非常好 我觉得我就很投入了 因为 她就很会带领啊 眼神 我真的有很用情的看着你 我有 其实 谢谢 很开心 真的 我觉得是 是一个值得违ции的舞台 对 但是没穿过彭佳慧老师的歌 其实我觉得希腊将来可以和佳慧姐合作一下 你们两个人可以 真的 我很希望 如果我可以跟希腊一起唱洪佳慧的歌的话 应该可以试试看《走在红毯》那一天 我刚刚跟佳慧姐同频了 我说那是哪一天呢 要不就在《走在红毯》那一天 我投屏 太好了 期待 因为佳慧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唱会的系列 叫做《呼朋唤友》 希望今天的这些朋友 都可以有一天出现在你的演唱会上 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someday 未来开演唱会 有机会邀请月欣来当我的嘉宾 演唱会的嘉宾 档期已经就好了 真的吗 你说大家都听到 全年 你说的 必须的 说的 王月欣要当我的特别来宾 我们来听听看张新晨 因为也是一首情歌 也是男女生的对唱 就是也听得特别的投入 然后我听的过程中 我主要是聚焦在两个人的那种表演和那种声音上面 我觉得月欣她的那个声音我觉得太特别了 因为这首歌是佳慧姐原唱嘛 然后她拿的就是信手念了 但是你在里面那个声音就是也让我感觉到就非常的适合 哎呀就听得我很舒掌 嗯 就整个人我感觉就是有种就是吸马啊你知道吗 续养保护度百分之百 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如沐春风 谢谢锡冲老师 谢谢 谢谢 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讲就很难选了 我们再次用掌声先谢谢两位带来的这个舞台表演 谢谢 两位请就座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一组 他们会不会跟你们争夺一下你们暂时第二的位置呢 好 我们先请张庆诚和王赫也入座 有请两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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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也觉得怎么着该你站起来了 啊 什么 我抖一下衣服 都已经站起来了 就不要坐下 太 你的搭档是 我的搭档 今天的非常漂亮 我们这个组合就是至少前三组合 你刚刚不是 你是这样 那我们至少前三了 好 谁选的谁啊 我选的毕辰 对 他选的我 你选了毕辰 选歌拳当然就在毕辰手里了对吧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都应该唱毕辰的歌 因为他的金曲多 然后我给他挑了一首不是金曲的 啥意思 就我挑了一首我自己很喜欢 但是可能 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的一首歌 对 他就这样说的 我选一首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听过的一首歌吧 然后我点开软件里面就是五十万家的收藏 我最高的一首歌也就是这个程度 好羡慕哦 真的 没有了 你这首歌是 一半一半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 一个是金曲奖 最佳作词奖得主 葛大为的词 对 另外是拉拉 徐佳寅的曲 对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但是我自己其实确实唱得很少 因为我当时收到那个戴墨的时候 是拉拉自己唱的戴墨 我当时想 你唱这么好 你给我唱 你让我怎么唱 但是又很喜欢那首歌 所以录完了之后 偶尔会拿出来唱 然后每次唱的机会 我都很珍惜 我当时想 你唱这么好 对 所以今天是一半一本 我们俩还说 这歌好适合我俩唱 你看看 为啥 就是大家去研究一下词 研究一下词 好 我们待会注意一下词 好吧 来 舞台留给张碧晨 王岳新 我请两位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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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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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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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不是对本身的惩罚 我决定有偏偿心很难 等一个也在等我的人 我决定有偏偿心很难 女士 人作词 主持人 雅琳 彭佳慧今晚的热词有了 我觉得王月欣今晚的热词也有了 从一个人到一半 你怎么理解一个人一半 一个人变成一半 对 我对一半这个词呢 比较敏感 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故事 对 就是故事就是过去 就是过去 过去就让它过去 就是有些歌吧 那歌词你觉得跟自己的故事有关 你要代入进去 就是我刚刚在台上 稍微要把自己抽离开一点 抽离出来一点点 所以想把它淡淡地唱出来就好了 咱们了 没哭 没有 看错了 看错了 一个人开心就好 开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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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就好 对 开心就好 第一次有一个男生和你来唱这首歌 什么感觉 对 就是以前吧 我自己每次唱的时候 我都会有点愈先愈醉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觉得唱情歌 是一定要需要有对象的 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那个对象都是 就是他在我想象当中 然后但是这一次唱这首歌 就有一个男生帮我拖在旁边 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 就好像一半遇到一半 他就两个都不是一半了 对 这种感觉 讲这么文艺的话好恶心 没有 很好 你好会讲真的 四位应该都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吧 有听过 我听过 因为我和毕晨姐唱过好几次歌了 我研究过这个歌 但是最后我俩也没有唱这个歌 你的意思是说 你曾经想象过 如果你跟毕晨 没有 我只是推敲过 这个词用得好 对 今天这个舞台一看就是毕晨姐的风格 就是她的舞台 在我看过的 基本上她都不会站在那里唱的 她一定是有一些 设计一些走位 设计一些这些 是吧 我来说一下一个小秘密 这个舞台的导演其实就是毕晨 刚刚所有的设计 我走的路线全是她设计的 其实这个特别适合演 我们也可以在台上演个情景剧 我们就把它改变 舞台上搞贼多道具 不用道具 咱们自己演 什么就咱们干演 对 我们有一些戏在里面 就是那个他们说特别适合咱们俩 然后 你知道吗 就是 什么地狱 地狱良甜 赵哥很适合我们俩上 是 是 我们对这个词也很熟悉 对 就是很适合 然后就我们可以演一种找寻 一种空落 一种迷茫 一种坚定 一种随遇而安 琴哥还是需要一些画面感的 大家需要有一些直观上的 在舞台上的这种感受 而不是只靠听 还是要去做一些舞台上的辅助吧 我觉得 你先在上面 然后我就站在你下面 我们其实是在一边的 我唱的时候 你就慢悠悠 慢悠悠 慢悠悠 你就相当于走远 然后等到第一段副歌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眼就行 肩膀的时候 我们俩做个交叉 擦肩一过 给个眼神 看肩膀 你看我肩膀 我看你肩膀 就擦肩膀的时候 看几个眼神 你一开口唱 你就突然间扭头看我 然后你走过来 这个时候才会合 然后最后我们就在中间把它唱完 看看彼此 唱完 你说收尾怎么说 收尾有那种很想找到 结果的 就是另一半的那种期盼的眼神 就是咱俩这个情况 这个 可以吧 可以 好 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我刚刚看出来了 就是有那种 就是情景剧的感觉 因为我刚才我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言不发 就听进去了 就整个就沉浸在他们俩 这个画面 对 但是你们俩唱的就不是一半一半 就是两半 对 挺好 也就是要的就是两半的效果 佳慧姐也说原来听过这首歌 对不对 有原来听过《碧城》的一个人的版本 但因为我觉得葛大写这个词 本来就非常的梦幻 要在生活当中寻找一个对的另外一半 其实要一起生活的确是非常不容易 但我们今天坐在台下听 两位唱一半一半 其实一半加一半 两位今天晚上已经合而为一 在歌声当中 今天《碧城》的声音有发生那种安全感 对 就是给女生的一个安全感 是的 对 其实我说老实话 我跟《碧城》搭档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压力蛮大的 因为我俩的声线搭到一起去呢 搭得好就好 搭得不好就是比较两极你知道吗 因为她的声音空灵 然后呢我这声音太厚 太有那个沧桑的那个感觉 哪有 就我太老了你知道吗 我声音太老了 我声音太老了 我不知道就是刚刚咱俩的声音 大家一起咋样啊 我觉得她们两个人的声音很适合一样 然后我很喜欢你们整个的表演 就是一开始唱的时候很完美 我真的很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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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唱面前唱 我还是我怕给她这首歌 就这么好的作品投后腿的 所以我这几天一直疯狂地 疯狂地在练这首歌 睡觉都停 但我发现我这次跟她一起合作 我发现她心得好 保重啊真的 就是你总想太多 就是我们抽签的时候她就跟我说 你会前一天表演 当天晚上睡不着觉吗 我说不会 她说我从以前 我这十七年都这样 我觉得她是那种对自己舞台非常有要求的 自己有预想 然后她很希望达到那个预期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还可以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一遍是我们最唱进去的一遍 其实 对了 好 非常谢谢 希望这首歌 今有两位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唱响 能够如避城所愿 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这首歌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好的 那来两位请就座 好 首先我们要为各位揭晓的是 谁抽到了第一顺位 谁抽到了第一顺位 三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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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恭喜 你居然抽到第一顺位 你好牛啊 因为你是两只话筒 两只话筒 你就必须要找搭档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同样抽到两只话筒的 有谁 三塞呆两只话筒 恒大哥两只话筒 胡宫英两只话筒 所以你好牛啊 你可以选两人搭档 你也可以选三人搭档 我突然觉得胡宫英 这位歌手有点机车 没错 没错 是我 瞬间爱上 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够跟两个女生合唱也不错 但是可不可以先看一下 是要唱什么歌呀 好的 麻烦大屏幕 把我们的曲库切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两人曲里面 有城里的月光 梦中人一个人 然后三人曲里面 有我最亲爱的热带雨林 如果你做决定是三人演唱 那么胡宫英今天就不能再唱了 别让他唱了 如果今天只剩我自己 我要申请唱一首歌 叫一个人 请答应我的愿望 我刚刚准备说 你反正去年也来过 今年不唱就不唱吧 但是你听过一个人吗 当然了 这是我一位素未谋面的好哥哥的一首歌曲 你觉得一个人这首歌好听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首歌无论从旋律还是歌词 还是从这首歌的原唱 都让我心生敬畏哦 彭大哥有什么要跟牛娃讲的吗 我们的音乐节目现在有点往体力方面比拼了 三三蛋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我第一次还是想跟女生唱 他太绿了 他眼睛比我还大 我不喜欢眼睛比我大的 好 好来 牛娃 请做决定 既然刚刚 不公英同学有提到一个人这首歌那 我非常的熟悉 所以 我选 不公英 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那你选的曲目呢 一个人啊 那现在我们就看看两位歌手 分别是谁 微信搜索 东方流利 一些人续告节目官方周夜 东方流利 邀你现场聆听我们的歌 我们欢迎王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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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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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 是我 啊 啊 你 你 啊 约欣 约欣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是你的兄弟们有三个人来了 所以有没有跟你传授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呢 就跟我说 那个放心 这个是他们路过的最舒服的音乐综艺节目 哇 而且舞台贼好 印象贼好 乐队贼棒 哎呀 你就放开了唱就好了 好好享受 谢谢 那其实在你边上的这位 虽然从歌坛出道的年纪上来讲 你是他的前辈 但是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 他还真是你前辈 哎 哈哈哈哈 有幸在去年也参加了我们的歌 今年又回来了 你们好吗 好我们来听听看两个男生带来的这首王月新的作品 一个人 两位有请 你全部都会唱是吗 我觉得我当然会了 我觉得因为你是你的歌吗 我觉得你先来吗 是吧 因为你先开我觉得能勾起了很多回忆 我就 ok 那我唱我 a ok 然后我 我唱 b 就完这个来呗 嗯可以啊 好没问题 谢谢 一个人画着青春 一个人完成责任夜深 一个人振着保证 一个人修复伤痕 一个人分秒逼真 感悟生存 做个有趣的灵魂 一个人快乐又上帆门 一个人是挺喜欢歌声 一个为朋友去牺牲 能信任的人 一个人可能忘婚 可能不结婚 也想过为某人私奔 一个人可以照顾爸妈和感恩 不能让自己遗憾到重生 一个人相邻居在喜爱的小镇 拒绝任情绪不纷争 迟早会再有一天成为过来人 一个人修复伤痕 一个人分秒逼真 感悟生存 感悟生存 做个有趣的灵魂 一个人快乐又上帆门 一个人是挺喜欢歌声 一个为朋友去牺牲 能信任的人 一个人可能忘婚 可能不结婚 也想过被某人私奔 一个人可以照顾爸妈和感恩 不能让自己遗憾到重生 一个人相邻居在喜爱的小镇 拒绝任情绪不纷争 迟早会再有一天成为过来人 一个人可能忘婚 一个人可能忘婚 可能不结婚 也想过为某人私奔 一个人可以照顾爸妈和感恩 不能让自己遗憾到重生 一个人相邻居在喜爱的小镇 拒绝任情绪不纷争 迟早会再有一天成为 过来人 过来人 你好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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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以前听过月鑫自己的版本 我今天觉得加上贺爷以后啊 就像两个男人彼此之间在对话 有一种特别欣欣相惜的感觉啊 好 月鑫和贺爷合作下来以后的感受如何 太有默契了吧 真的 我们的歌还是很神奇的哈 之前我们一般准备一首合作舞台 要练习啊干嘛的也也得好几天一个星期的 那还得亏就是贺爷真的对这个歌比较熟悉啊 而且我俩一站上台特别有默契很顺 他自己唱完就说 哎 可以啊 啊 就自己感觉唱得很舒服 那我觉得这就对了 对 我是觉得现在的新新代的歌手蹲得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出道的那个时间点啊非常的幸运 就是相比较他们的话 其实我们的能力不如他们的强 没有没有 新新代歌手又要会唱又要会跳又要会创作 还要长得帅 哥 我不会跳 我没说你了 我之前啊我认识贺爷是因为他跟升哥的合唱 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发现他在舞台上能量好强大 我就很羡慕升哥 哎呀那个歌为什么不是我跟他合唱 凯哥我必须要讲一个事 就是刚刚这个舞台给我的感觉 就既陌生又熟悉 嗯我理解 陌生就是陌生在我和月星哥其实是第一次见 而且第一次唱歌 熟悉就是给到我和升哥在一起的那个状态 就是他们真的都很暖 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眼神去治愈你去告诉你不要紧张 放心大胆干 那有下一轮继续搭档的愿望吗 下一轮还想锁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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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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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眼我要告诉你今年的玩法不一样 哦 今年叫一切皆有可能 你可以锁死跟月星 你也可以试试要跟现在还没露面的其他人 我现在觉得好神秘 就是谁都听不出来 这个声音 现在我来问一下 盲盒里的各位 你们现在有意愿 跟这两位男生 在下一轮合作的 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吗 天灵盖你是 其实我没有那么多 跟男哥是合作过的 但是 但是他们都帅 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都 非常有个性 很性感的声音 两位我都想要一起合作 哇 作为成年人 我不做选择都要 都要 你们两位真的很抢手 所以现在就 塞塞呆你如果两个人当中 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谁 怎么问我这种问题呀 因为你见过我14次 我怎么也得为难你一下 这两个人有一个 合作挺多的 另外一个 我们是有一起录过节目 但是我们没有一起合作过 还挺期待一起合作的 对 好的 接下来你们两位的负担 会轻一点 你们就坐在这边 看他们表演 然后心里面盘算一下 下一轮有机会跟谁合作 去努力争取一下 好吗 太好了 来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王岳西 王河野